神印王座新篇章已经过审 神印王座第二季快要来了 神印王座这部优秀的《国曼》早在正式开播之前 原著作者和导演都想将它做成和《斗罗大陆》一样的年更番 只不过由于各种不可抗力的原因 神印王座的最终剧集还是停在了26集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 在最新的《国曼》过审名单之中 神印王座的新篇章《少年义气赫然在脸》 这也就意味着神印王座的第二季快要来了 在正式讲解新篇章之前 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神印王座的第一季的内容 神印王座的第一季一共由序章《光明之子》 《龙藩远航》《命运重逢》四个篇章所组成 这四个篇章一共有26集的篇幅 而第26集则是由龙浩尘战胜韩宇作为本季的收尾 在龙浩尘战胜韩宇之后 骑士圣殿的猎魔团出赛选拔并没有结束 因此后续的《少年义气》篇章所讲述的故事 正是骑士圣殿之后所剩余的几场选拔赛 骑士圣殿之后的选拔赛 已经算是骑士圣殿年轻一代的排名赛了 能够参加后面选拔赛的骑士 都是能够前往猎魔团选拔大赛参赛的选手 而主角龙浩尘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强敌 乃是骑士圣殿年轻一代之中的最强之人杨文昭 此时的杨文昭除了在天赋上不如龙浩尘以外 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全面压制龙浩尘 但龙浩尘同样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即便是杨文昭全面压制自己 他也能想出破解之法 两人之间的这场战斗 也是前期最为精彩的战斗之一 而这场战斗导演 之前也是准备用大篇幅进行描写的 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少年义气篇》曾更名过一次 他原本的片名名为《惩戒之战》 也就是龙浩尘与杨文昭 争夺骑士圣殿一号种子选手的对战 起初《惩戒之战》所暂定的级数 一共有四级之多 这也就意味着龙浩尘与杨文昭的打斗场面 至少将会用一两级左右的篇幅进行描写 毕竟这一战可是光明之子 出道以来的第一次实力 此时更深刻的描写 才能更好地体现出 龙浩尘在最终决赛中 再次面对杨文昭时的成长 如此精彩地 对决本应该作为本季的收尾 彻底点燃观众们的情绪 不过导演却选择了在七月份的时候 进行了一波小调整 他不仅将《惩戒之战》 更名为《少年义气篇》 而且还将原来四级篇幅时长提升为八级 让《少年义气篇》正式成为了 《神印王座》第二部的开篇 随着《少年义气篇》的篇幅时长增加 这也就代表着龙浩尘等人 将会在这一篇章中 正式迈入到猎魔团选拔大赛之中 而其中所增加的时长 很有可能就是 《神印王座》原本所废弃的《备案号与危机》 导演将这两大篇章融为一体 由此才有了即将上线的《神印王座》《少年义气篇》